独立思考,心事讲,欢迎来到这一期的节目 那么这一期节目呢,就给大家找两则这个国内媒体的消息啊 读一下,然后做一个简单的评述 首先呢,是和疫情有关的 但是这条新闻呢,不是中国的疫情,而是隔壁朝鲜家的疫情 外交部消息啊,就6月30日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 那部分内容如下 彭博社记者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称 因防疫不利导致一起严重事件给朝鲜带来了危机 但他又未介绍具体情况 中方是否在向朝方提供援助,帮助其度过危机 如果有,是否可以介绍提供了哪些帮助 中方此前是否向朝方提供过疫苗 是否将继续向朝鲜提供疫苗 那么汪文斌就回答这个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 我们尊重朝方,立足本国实际情况采取的防疫措施 希望朝鲜各项事业顺利推进 长期以来,中朝两国一直有遇到困难相互帮助的传统 如果朝方有需要,中方愿积极考虑向朝方提供帮助 那么等于说这个问题就没有回答 其实外交部的这些发言人,你问他们问题 真的还不如去问一条狗,因为得到的答案也差不多 那么彭博社的记者又追问了这面一句 就是你能否明确告知中方是否向朝方提供过疫苗 那么汪文斌的回答就是 我刚才已经明确阐述了这个中方的立场 就是啥都没讲 反正的都是这种汪汪汪啊 说的都不是人话 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讲了什么内容 从这个消息里面可以看到一点 就是目前朝鲜的疫情应该是比较严重 可能已经失控了 所以金正恩才会说这个 有人这个防疫不利 导致这个危机出现 那么目前中国呢 是想向这个朝鲜提供疫苗援助 但是呢很明显朝鲜并没有主动要求中方来提供这个援助 金正恩这个人还是很聪明的 他就说没有说蠢到说要用中国的疫苗 目前金正恩正在和韩国商讨 就是由韩国出钱 然后购买这个美国的摩德纳和辉瑞疫苗 然后捐助给朝鲜 估计如果这个事情做成的话 那么朝鲜的疫情应该很快能够得到控制 就看这个疫苗什么时候到位了 疫苗这个东西呢 朝鲜是不会找中国要的 但是可能会找中国要一点钱吧 到那个时候中国应该还是会给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第二则消息 那第二则消息是来自于澎湃新闻 这个又是房地产的一个消息啊 最近中国房地产的消息是比较的多 但是绝大多数都是负面的消息 这次的这个消息是与恒大有关 6月29日晚间 三棵树发布了一则公告中提及 包括中国恒大在内的多家开发商票据余期 其中恒大余期票据金额达5137万 当晚三棵树发布了关于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诉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报告 就其拟非公开发行股票筹集资金37亿元 回复证监会反馈意见 在公司针对票据余期的这个坏账准备提及情况 三棵树称2021年第一季度 因个别大型地产商资金周转困难 这个个别大型地产商就是恒大 然后还有一家是华夏幸福 公司应收票据出现余期的情况 截止2021年3月 公司应收票据余期金额总共为5363万 其中中国恒大余期票据占5137万 截止2021年5月31日只偿还了225万 中国恒大余期票据占其总余期金额的95.7% 那么另一家公司就是华夏幸福 欠了148万 截止到2021年5月31日是还了60万 那恒大的这种行为就简直是打发叫花子 就是你欠了5000多万 你就还了个200多万 这个事情就再次说明啊 目前中国房地产的这个泡沫即将破灭 就像我上一个视频刚刚说的那样啊 像恒大这样体量如此巨大的这个房企 它的那个资金链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万亿的这个资产爆雷呢 只是一个早晚的问题啊 之前地方政府已经是帮恒大解决了部分债务问题啊 但是因为这个恒大的欠债实在是太大了 至少是万亿的规模这是一个很大的天文数字啊 如果中央政府不出手干预的话 那么恒大破产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中央政府会不会给恒大兜底啊 我认为是不会的 因为恒大它不是现在权贵的嫡系 它是属于前朝权贵 那么前朝权贵的锅呢 不可能让现在的权贵去背 但是呢又有一个问题 就是恒大的体量实在是太大了 就是如果恒大最终破产的话 不仅是那些买了恒大房子的这些普通民众 会有所损失而带来维稳的压力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恒大的很多债主 都是其他的这个上市公司 一旦恒大破产这些债都要不回来了 那么会很可能是拖累其他公司 导致这个连锁反应 让更多的公司破产 所以呢应该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 不完全旧 但是也要旧一点点 把它再转股 然后放到这个证券市场上 让它去消化这些债务 说白了就是到这个股票市场去 再收割一波韭菜 为这个恒大的这个损失买单 最终买单的又是广大韭菜 那么好了 很感谢你把这个视频看到现在 如果喜欢的朋友请给我点一个关注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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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